那案件也渐渐 也是越来越少 那关联也能够及时的掌握 那疫情在目前的讲 应该是控制的还不错 国内10日新增三例本土个案 都集中在新北市 病例数也在创警戒已来新低 虽说国内疫情趋稳 但毕竹虎视眈眈 国人疫苗打气没有降闻 因为Delta的疫情再起 那相关施打率比较高的国家 都准备打第三剂 他们本来多购买的 可以释出的 那这样时间都会中断 所以相对在这个疫苗的排程上面 大家都遇到困难 外供疫苗来得慢 国内现有库存吃紧 各地也高度关注 国产疫苗高端 能否及时上场救援 国际的疫苗 那个供货非常吃紧 那我们工厂已经安排 我们的产能 尽量再往前面把它移动 那看起来似乎是办得到 所以我们会尽量 赶在我们跟机关署交货 起程之前就把所有的货交完 当然它制造的一个流程 是不是能够跟得上来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 对于封签检验 是不是能够合格 这也是一个 都要经过我们的一些检验 才能够让它上来 所以这其中是有变数的 但是年底交500万剂 这是原来的合约 即便产能催乐 可以要兼顾品质才会放行 但疫苗不够大 事实摆在眼前 也让已经打了第一剂 莫德纳的民众很担心 第二剂会不会没着落 要不要延长 我们还是要根据 我们进货的一个情形 目前对于莫德纳 我们是有两剂都会准备着 不会说这两剂 我们先把它用掉 除非 除非就是说将来有这相关 可以混打的情况下 才会有这样的打算 陈时中挂保证 延长疫苗接种间隔 争取时间 满足第一剂涵盖率 但还是会保留 莫德纳第二剂接种数量 不让已经接种第一剂莫德纳的 三百多万人 成为疫苗孤儿 华语新闻李问玉黄佩涵 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